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八字的一个观念 我们很多人很喜欢导果为因 在八字里面 尤其这个现象特别特别严重 很多人往往学了八字以后 他讲八字很厉害 但是他其实他不知道 他在讲的东西有7%到80 都是套命的 他自己不知道 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很多人在批八字的时候 他其实批不出来 因为尤其像那种八字 假如是要强不强 要弱不弱 说他身强也可以 说他身弱也可以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明显 这时候很多人会采取什么方式 因为他强弱判断不出来的 他就会用 他最近这几年 你去年怎么样 前年怎样 我去年我财运不错了 我前年财运不怎么样 他用这一种方式 他用这种方式来去判断 他到底是身强或身弱 他用这种方式往前推 去判断他是身强或身弱 可是我们知道 在传统命学里面 他抓用神 就是判断格局 他是第一个要件 他批命是最后的要件 他是他要先抓格局取用 他判断他的强弱 还是特殊格局 他要先判断出来 抓出用神 再来批命 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批命的一个模式 可是他却变成是 我先来看看你过去发生什么事 然后来确定你是什么样的格局 这样子其实他就犯了一个错误 他就是把批命程序乱搞了 批命的程序 也就是所谓的批命规则 他乱搞了 他只是为了要套出来 因为他没办法判断的时候 他很多人绝对都是用这种方式 大多数人都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说他会反问 你在这几年是不是怎样 你在这几年是不是怎样 因为他完全不确定的情况下 他必须要用反问 甚至直接叫客人讲 你在去年怎样 你在前年怎样 叫客人直接给他答案 可是这一种的批命程序 各位他是错乱的 他只是在 他只是用过去一两年的一个时间来验证 他是属于生前 他是属于生弱 可是各位 你过去可以这样做 你未来 你未来 所以他会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盲点 再批过去他验证是这样 可是在未来他不一定是这样 我们在批命的一个状况里面 我们时常会发现到同样的一个五行进来 假乙木 假木年 很好 以木年 很差 两个完完全全相反的 两个是完完全全相反的 可是他都是木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我的客人也是这样 他也懂八字 大运没有改变 臭丙生年 火金大 那火金流年 赚了人生最多的一笔钱 1600万人民币 超爽的 隔年他也自己判断了 大运没有改变 我叫做丁酉年 也是火金 也是火金流年 但是我却赔了1600万 差点满跑路 同样都叫火金年 为什么完完全全是相反过来 你假如说我去年火金年赚钱 我今年火金年丁酉年 我也会赚钱 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 结果死得难看 完完全全相反 所以我们就会碰到这一种情况 其实这一种情况 我跟你讲 这个是在批命里面 时常有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在讲理都ok 可是实物上的批命经验就乱七八糟的 到最后变成是不敢批命 就只会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而已 很多人就只会怎样 可能一辈子学了八字 学了十几年 批 批没有10个人的八字 也就是说他前面他没办法验证 他就变成只是在学理上一直打滚而已 可是学理跟实物上你两个要配合 你两个一定要配合 所以时常就会出现这一种完完全全配不起来的状态 尤其现在网路上更发达 网路平台一出来的时候 各位这种现象非常非常的明显 这一种现象就是以前来讲的话 你可能没有网路 你还比较没办法跟人家讨论 你就用你自己的生活圈这样去印证 可能大致上还可以 可是当有大的数据一进来的网路平台 这样子的数据大了以后 然后大家都在那一边怎样互相讨论的说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明显 这个问题非常明显 所以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本来八字里面就藏着这一种问题了 只是古人来讲 他有网路可以跟人家讨论吗 没有 所以古人的这一些书 古人这些书 我都可以把它定位叫一家之言 就自己的一个心得而已 并不是全部都真的照那样种 不然的话 为什么现在沟通方便 通讯发达 网路平台 很多人可以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了一个用神 完完全全搞不定的一个状态 这个你不要骗人了 真的就是搞不定了 就表示说在古书这一些人里面 他其实只是他自己的经验而已 并不是完完全全八字 就是照着他们所讲的这样去走 所以身为我们现在的命理师来讲 我为什么常常叫你去实物验证 去实物验证 尤其是我学生第三堂课以后 食神教完 赶快去批命了 你不要在那边问了 你要对八字了解就要实际的面对面了 你不要再问老师了 等你实际面对面批了有问题再来问了 不要还在那边纸上作业 那是没有用的 就是要让他去实际的去接触 到底八字来讲有什么问题 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一块是很弱的 学了三四年的八字 其实不敢批命 学了七年的八字 可能批两三个人的命 也就实物的批命经验很弱 永远都在看人家 然后一直根深蒂固 以为八字所讲的格局深强深弱 他都是绝对的 然后会产生什么用神的一个状况 用神就不固定就是不固定 我老实的讲 用神不固定就是不固定 而且用神还会因为你所问的问题不一样 还有不一样 问财运跟问工作运是完全不一样的用神 为什么我会跟你讲这些 我就实际批命的人 我怎么会不知道 而且我批的都是怎样 今年而已 明年 然后有问题赶快来问 对不对 我印证快不快 我跟你说我印证非常快 你印证你敢印证吗 没有 你都批人家5年10年后 5年你早就忘记你有批这一个人 他到底怎样忘记了 10年根本就找不到这一个人了 你连印证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怎样 你我之间的差别 我再批人家都是很短暂就会印证的 批你下半年 批你明年 很快就会印证的东西 我连躲都没得躲 对不对 所以我们印证的实物一定多 印证的实物一定多 所以有很多很强的命理师 其实他也大致上都知道说 在传统学里面有什么问题 可是他们为什么用得准 就是因为他们经过大量的实战以后 他其实虽然他用的是传统学 可是他用的是他自己修正过的传统学 你不知道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传统学 没有错 可是实际上他是经过他自己修正的 所以重点还是怎样 你要有那个经验 你要有那个经验 所以其实很多人想要跟我讨论 他没办法讨论 为什么 简单的讲 实物经验差太多 实物经验差太多 第二个 派别完全不一样 派别不一样 那观念是不一样的 派别不一样 观念是不一样 所以没办法做沟通 所以我已经习惯于我自己一个人 我一个人 我的学生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老师你教我八字 我也学会了八字 可是我就没有办法跟你一样 一下子那个又有体会 这个又有体会 重点为什么 因为你们只是学了技术以后 当你会批命了 你会批命以后 你从原本不会批命 你可能学了传统学学了七八年 批命实不准的 现在你学会以后 你马上会批命了 你就放弃 你就没有再追求进步了 其实在八字你要怎么去体会 八字的体会不是在于技术 他不是在于技术 技术其实不是体会八字的东西 技术只是让你批准 他只是让你批准 也就是说你批出来他是财破印 批出来 你知道财破印什么意思 跟他讲 这个客人你假如批对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 老师我真正的状况 他实际上的状况是怎么样 确实就跟你所讲的一样 当你批出来的时候 当开始你是一个怎样 小菜鸟 你所懂的东西不多 你就跟他讲 财破印代表印代表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客人就会说 老师你讲的没错 我真实的状况是怎样 可能是因为跟人家投资 结果我投资失败 结果我导致我去卖房子 然后你就知道 原来财破印有卖房子的这一种解释 你就会怎样 去体认这个八字 你是用这样去体认八字的 了不了解 你批出来 每一个客人 他所面对到的问题不一样 可是他会跟你讲 他到底面对的是哪一个问题 他的实际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你真正要体会八字 不是在于技术 而是你这个技术让你批准以后 你要去跟客人面对面批命 请客人在跟你讲他的生活体验 他的生命旅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然后这一个原来财破印有这个解释 好拉进来 然后下一次又遇到财破印 他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又拉进来 你就会发现到原来财破印有这一些方面的事情 这个才是你真正在学八字 了不了解 所以八字 你要学八字不是在书本上 而是在实物批命由客人跟你讲 所以你网路上的留言 那是没有意义的 例如一个人八字贴上来 老师我的八字这样 我要问什么 你就跟他批 你这财运不好 批这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我们在帮人家批命的时候 绝对不会是一句话 哪有人讲一句话的 讲一句话 你跟人家批命有可能一句话吗 像我有一个学生 我们帮他交完以后 我说要回去练习 要收费批命 了不了解 他说好 我知道 回去以后他就跟他妈妈讲 我会批命 可是我要收100块 然后他妈妈就说 我孩子会批命 好好好 那100块 便宜嘛 那100块 然后他就 他还没有给他钱了 就说他那八字 你这个八字会破财 他妈妈听到了 就这么一句话 你是要骗钱是不是 10块丢给他就走了 所以批命哪有可能是一句话 哪有可能是两句话 所以你那流言批命 骗人的 我跟你讲 那是骗人的 你就是不懂八字 所以我们实务上的批命 我跟你讲 我就看了以后 我就说坐 我带你去看看什么样的人批命 带他去龙山寺 那边刚好有路边摊有在批命的 多少 一试100块 假如300块全问 300块300块 来 问一下 当然不是我问 带我学生去问 走了 批完了走了 你看人家赚300块 要讲的妈快半小时以上 你妈你讲一句话 难道难怪你妈妈会说你是妈神棍 所以各位你要清楚 你要清楚 实际的批命 跟在网路上留言批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你不要以为我好厉害 你看我批这样子 你看我一看就知道他财运不好 对不对 你财运不好 留一句话 一句批命 一句批命在实物的 在现实的批命中叫神棍 主委了不了解 一句批命在现实中叫神棍 在网路上 你却认为你是神算 完完全全不一样 你还以为你懂八字 其实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学了八字 反而会害了自己 第一个倒果为因 你以前发生什么事 你的八字其实是深落 你就给他判断 因为用过去的事来验证 结果面对未来失准 要不然就是一句批命 我好厉害 现实中没得意 不能用 所以为什么我非常强调 一定要实际的去面对面客人 你会被客人叼 你有没有遇过被客人叼的 在网路上人家不会叼你 可是在实际上客人一定叼你 我的学生一堆都被叼的 回来跟我哭 老师 为什么被人家问这样子 对不对 很简单 还要我教他怎么去讲 对不对 这个就是实物的批命经验 所以各位一定要清楚知道你在学八字 你一定要进展到跟人面对面 不要只是书本上讲什么 书本上讲什么 一两千年前的观念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 你不要再讲说书上讲什么 现在的人不是古书上那一些一两千年以前的人了 对不对 你还在用书上讲什么 所以请你不管学了哪一门学术 哪一门学派的八字都好 请你实际去面对客人 面对人群 你就会知道自己所欠缺的是什么 在学理上到底有哪一些是不符合 必须要做调整的 这一些一定都要各位亲自实际去碰过 你才会知道 不要永远都只是直上谈兵 在那边看了一个八字 自己在那边批批的好高兴 老师这样对不对 你就算你这样子在学 你给我学十年 我会敢保证你也不会八字 为什么 你就不敢跨出第一步 去实际面对面客人 客人绝对会教你八字 因为你批错了 他马上就说来 老师也不对 不是这样子 他马上就跟你讲了 甚至有些客人脾气比较坏的 还会叼你 这一些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 透过客人 你会把你自己逐步逐步的提升 你假如是在网络 那种留言式的批命 跟你说学十年还是很烂 你可以讲了一大堆好道理 但是跟你说实物的批命经验就是烂 所以各位 你假如想要真正的了解八字 请你从真正的人去下手 真正的人不是说一定要面对面 他有的人会怎样 打电话跟你他直接对话 有的人用line直接跟你聊天 这一些都好 即时的互动 这些都叫做面对人 你不要留一个言 三天后才回你 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你即时互动你要打很多字 对不对 你才会知道我批得到对或错 留言就留那一句话而已 差别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学生我就跟他讲 你留这个 你已经到第三个 你留这个给我干嘛 对不对 你都已经会批命了 现在是谁要来纠正你批对批错 这是你的客人 你 对不对 你还没跟他批命 你就赶快说 老师我这样批 对不对 你的客人 怎么来问我 有的人我刚刚纠正了 他拿我的话术去跟人家讲 那是你批的吗 不是吧 还不等同我批的 所以要实际去面对人 因为你们在批八字 简单我不会在隔壁 一定都是你们自己去面对客人 所以你懂或不懂 当下立判 当下立判 学生不懂 被客人打枪了 再回来 老师你也知道在哪里可以联络到老师 老师我批命我哪边 我批这样 结果客人跟我说 这这样 到底是哪里错 我也想不出来 我自然而然就有办法给你纠正 这个就是实物的一个历练 不是 每天给我妈批了二三十个八字 在那边拿给我 可是你这些人 你都是网顾上随便抓的 你知道他的状况吗 你根本就不知道 批了一百个也没用 所以重点还是在什么 进去跟人之间的互动 他会是让你进步最快 也会让你非常的清楚 你所批的到底是对还是错 而不是封闭在自我世界 一直在那边 读了很多书 得了一两百本书 我的学生就这样 他读了那个书很多 两三百本的八字书 一来 他还是不会批命 你这个 可是第一堂课教完 老师八字怎么这么简单 你不是读很多书吗 你不是懂很多学理吗 他不懂 他读这么多东西 他批不出来 对不对 那是怎样 就实务经验太烂了 他不知道怎么做修正 所以不要犯了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错误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留言再见 拜拜